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猎人训练 攀登抓捕 特赌兵全数 这些都是驻澳门部队官兵的拿手的课目 而今天他们表演得尤其认真 因为在看台上有一群身份特殊的客人 正聚敬会神地关注着他们 今天是第十届澳门青年学生军事下令营开营的日子 看台上这些身着特殊迷彩服的青少年 全部来自于澳门的各个中学 他们将在驻澳门部队的营区度过为期十天的军旅生活 军事下令营活动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 驻澳门部队和澳门特区政府共同举办的 借此磨练学生的意志力 加强他们的国民意识 树立正确的国防观念 十年以来总共有三十多家学校 一千多名的学生参加了这个活动 从1999年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 到如今十五个年头过去 驻澳门部队不断开展各项活动 融入澳门社会 从每年的军营开放日 到走进澳门大学 从为小学生举行升级仪式 到关爱老人敬老爱老 这些活动让澳门民众更加了解了 这只威武文明之师 而其中要属军事下令营活动 最受澳门学生的欢迎 报名人一定比这个名额多 就是可能我们这次是一百二十个名额 报名的有一百五十多 这里是驻澳门部队的鸿班营区 今年学生们就要在这里 度过为期十天的下令营生活 初来乍到没进过军营的孩子们 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新鲜有趣 能如此近距离地接触解放军 让他们无比兴奋 我第一次来到军营 是看到他们是一种很神奇的 很窥挤的手动动作都很一致 整节的被褥 崭新的军装 甚至是宿舍房门上 澳门学生们的姓名牌 可能孩子们并不知道 为了让他们度过一个安全又充实的下令营 驻澳门部队的官兵们 很早之前就开始了准备 卫生啊 打扫 包括每个人的物资准备 有很多东西准备 然后给他们摆放好 把我被子别好 铺好 让他们到来 为了让澳门学生们度过一个快乐 还有有意义的下令营 驻澳门部队在军事训练 课目的安排上煞费苦心 通过调查步枪射击 是历届下令营中 最受学生们欢迎的课目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掌握射击要领 每名学生都有三次实弹射击的机会 由于实弹射击存在一定的危险 这个课目不仅考验学生的射击水平 更是在考验班长们的组织能力 打了一笑还没开始打 然后手就开始抖 然后边笑边哭边笑边哭 然后他就说班长我不瞄准了 我说你不瞄吧 你先把这五发弹打出去 首先我们最主要是把这五发弹打出去 锻炼他的一种胆量 当巨大的枪声在耳边响起 学生刘子音仍然被吓得不知所措 连连尖叫 虽然像实弹射击这样的训练课目 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但为了让澳门学生们更加深入地了解部队 在夏令宁活动中得到真正的锻炼 驻澳门部队仍然安排了这样的环节 烈日炎炎 每年军事夏令营开营的时间 正是最炎热的七月份 但这并没有阻挡学生们训练的热情 每一位参加夏令营的学生都格外坚强 他们常会因为自己拥有一张有黑的面孔 而感到骄傲 这样难得的经历 也跟每个参加过夏令营的孩子 留下了人生中最珍贵的一段回忆 在前两次的实弹射击训练中 学生刘子音没有一发子弹上巴 班长一直安慰她 但这个小女孩还是为自己的表现感到沮丧 在班长不断的鼓励和训练下 第三次走上设计场 刘子音显然勇敢了很多 她认真地按照班长教授的动作要领 瞄准激发 两发一个七发一个八发 来 不错啊 当学生们拿到属于自己的把纸时 他们纷纷拉着自己的班长合影 对着镜头表达对班长的感谢 虽然相比其他同学 刘子音的成绩并不突出 但刘子音已经非常满足 我终于克服了那困难 克服了障碍 然后她就很开心了 我真的超开心因为自己破蛋 我这是第一次设计科的那个 旁边的是我的帅气的副班 叫什么家 赵广乐 对 我是几第一 我的学生最高 在青年学生军事向令营活动中 有许多像刘子音一样的孩子 都在班长的帮助下突破了自己 虽然只有短短十天时间 但在军营这个特殊环境中 学生们的组织性 纪律性和集体意识 很快就有了提高 而这也是军事向令营活动 越来越受到学校老师和家长 欢迎的原因之一 自理的能力加强 自己炒菜啊 煮饭啊 也试过 还有这个被子也跌得 整整齐齐有脚的 我觉得 自律性比较好 责任性加强了很多 学生黄小敏从小就想当一名警察 保卫自己的家乡澳门 参加夏令营活动之后 他更鉴定了自己的想法 我觉得我又实现了一波 因为拿枪我又没有损了一波 那考试 因为我们拉练营要考体力嘛 我的体力又增加了一点 黄小敏的班长李建超 是驻澳门部队特种员的战士 军事素质拔尖 思想作风过硬 曾经荣获全军爱军金武飙兵的称号 愿力欢迎各位学生们 参观驻澳门部队军事馆 在一次参观驻澳门部队军事馆的过程中 学生们发现了李建超的照片 得知自己的班长是特种兵 女孩们炸开了锅 他们开始拉着李建超问东问西 这倒是我2012年 然后看过那个战略障碍吧 这个组织训练的时候 然后在训练阶事里被抓拍了 很大的兴趣 因为他感觉特种兵的话 应该什么都会 而且拿格斗样样都行 然后可能会了解 你们平常训练什么这样子 由于部队纪律的要求 学生们平时很少能够在澳门 接触到部队关闭 在来参加军事夏令营之前 他们脑海中军人的形象就是 在军营门前执勤站岗的哨逼 当没有表情啊 站岗的时候 觉得原来人可以这样 没有表情 不怕热吗 这样 站那么久 可以吗 在军事夏令营活动举办之初 澳门师生们对这项活动 远没有现在这样的热情 澳门教育暨青年局的张敏辉主任 已经是第六次带着澳门学生 参加军事夏令营活动了 他直到今天还清晰记得 第一次来到部队营区时的 忐忑不安 我们澳门一百年都没有军人了嘛 所以有一点怕咯 会不会很凶啊 他们每一个都是高大的 就是拿创的 有这样念头的不仅仅是张敏辉一个人 当199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踏上澳门这块土地时 诸澳官兵挺拔的军资 威武的形象 成为了澳门民众心中永远的记忆 然而他们却不了解 这些远道而来的军人 真实生活中又是什么样子 少一丝神秘就多一份认同 在15年相伴的岁月里 驻澳门部队积极参与义务直数 无偿献血 向公益基金捐款等澳门公益活动 用点滴深情 倾注着对澳门民众的关爱 在逐渐打开澳门民众心扉的同时 也展示了驻军威武文明和爱澳亲民的良好形象 通过这些活动呢 这个使他们真正成为澳门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所以我说他们呢 一方面面对灯红酒绿 是当代的灵红灯下的扫兵 一尘不然 另一方面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亲民自军 跟老百姓呢 打成一片 短短几天过去 澳门的学生们很快适应了部队的环境 也和班长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他们对于班长的印象 从刚开始的陌生神秘 变得像家人一般亲近 每一天都跟着他们 我吃啊 同书啊 训练啊 我觉得好像是一个亲民一样吧 在澳门学生们的心中 班长已经从陌生到熟悉 中国军人的形象也从神秘严肃 变得亲近而可爱 十五年驻守豪江之盼 军事下令营活动 成为了澳门学生近距离接触军人的难得机会 而军人钢铁班的意志和精神 也在潜移默化中 影响着这些来自澳门的孩子 在每年的军事下令营活动中 都会有一项特殊的安排 那就是教学生们演唱 爱国歌曲 这首《妻子之歌》已经传唱了十五年 每次堂悠扬的旋律响起 总能勾起人们对澳门那段远离母亲怀抱历史的回忆 然而学生们在刚开始练习唱《妻子之歌》时 却总是找不到感觉 效果并不理想 负责教歌的文化干事张飞 干脆停止了排列 针对一下技巧方面 和音高方面一下 达到另外一个级别是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最好体现的话 可能是在情感方面 因为他理解了这首歌曲 然后他增强了自身的自豪感 所以说我觉得在我听来的话 那种感情不一样 投入不一样 希望同学们 能够像出生的太阳一样 爱苦爱好 为祖国和澳门的明天 做出贡献 第二天一早 主澳门部队的三名军旗手 英姿飒爽地来到了夏令营营区 他们要给学生们举行一次 升国旗仪式 当雄庄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 澳门学生们的表情也庄重起来 实际上 在澳门政府与驻军联合发起 军事夏令营活动之初 就考虑到 除了要让澳门的青少年增强组织性 纪律性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之外 更想让他们通过这项活动 了解祖国内地 加深他们的爱国情怀 经历过升国旗仪式的学生们再次聚到一起 他们又一次演唱起妻子之歌 歌声中明显有了细腻的温情 母亲啊母亲我要回来 母亲母亲 葡萄牙几百名的统治 并没有隔断澳门和祖国母亲的血脉生气 澳门人民也从未忘记过祖国母亲 虽然短短十天的向寅活动 并不能让这些澳门学生对祖国有多么深刻的了解 但却向爱国的情怀在孩子们的心中埋下了种子 伴随着他们的成长生根发芽 慢慢长大 转眼间为期十天的军事夏令营活动就要结束了 随着夏令营营起缓缓降落 学生们必须要和他们朝夕相处的班长说再见 和这团留下了汗水泪水的经历告别 再见了野外拉链时流下的汗水 再见了设计场上洒热的眼泪 班长再给你敬一个军礼吧 班长谢谢你像亲人一样的照顾和爱护 对于这些澳门学生而言 军人在他们心中的形象不再威严和陌生 祖国的概念也因为可亲可敬的班长们 变得更加具体而真切 四个月后天安门广场迎来了一批来自澳门的客人 在学生们的要求下 中湖高美市中学把高三学生毕业旅行的目的地 选在了祖国的首都北京 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也许这些即将成人的孩子们已经知道 在家乡澳门繁荣稳定的背后 真是那些如亲人般的人民子弟兵 十五年来默默无声的深情守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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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